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庄严的事情 这个善意的欺骗也该结束了 千万不要问我是谁 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会关注你 履行我对庄严的承诺 祝你一切都好 嫂子 好吧 我不问你是谁 我也害怕我知道你是谁之后 我会埋怨你 毕竟在庄严牺牲的这件事情上 你欺骗了我 虽然你是善意的 其实我和庄严在信中 也经常探讨离别和死亡 作为战士 我们已经做好了 为祖国牺牲的准备 你应该把他的事情 及时地告诉我 不过 我还是想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 为庄严所做的一切 我为庄严有你这样的战友 而感到自豪 庄严是否有什么遗物 让你转交给我 如果有 请你及时地还给我好了 因为对我很重要 谢谢你 好心人 是啊 这遗物 怎么交给他呢 我把庄严烈士的遗物 委托给你们公安局的领导 交给你 可否 依我和庄严的兄弟情义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应该的 是分内的事情 嫂子不必把他看得 过于沉重或是伟大 嫂子不管长什么样 在我心里 都是圣女 仙女 老营长 您好 我是军需侦察营 现任营长夏哲 先向老营长 致以崇高的敬礼 您还记得我吗 我是您六年前招的兵 我怎么不记得呢 小家伙 偷堂营长 老营长 庄副营长牺牲 至今已经快一年了 我们想到他的分钱 去祭拜他 也希望您能来 军区烈士陵园 您应该知道吧 我们约定 四月一号下午一点 在烈士陵园会面 您看可以吗 时间过得真快呀 庄严间 庄严已经走了将近一年了 在烈士陵园会面 在烈士陵园会面 老大哥 时间过得真快呀 一会儿啊 一年又过去了 一直想过来看看你 真你 真挺小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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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买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 感到 你给我过来 答应我 替我照顾好 和我 这一辈子 好 来了 他只是告诉我 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对了 这位 这 这还是钢笔 是钢笔 你不想匆备 有钢笔 有钢笔 是钢笔 严子 这些是我给你写的信 我今天 都拿了 你留着慢慢看吧 一下子看这么多心 你不会烦吧 这还不都怪你 你要是收到信了 可不可以给我托个麦 来了 万一每天我牺牲了 我希望你尽快忘掉 重新生日 这是实在吗 活人记住死人就可以了 但别必要为死人活着 如果你愿意 我希望你能跟我的老战友 也是我的生子兄弟关透 结为抗壁 曙谜 这一笔是我送给庄严的 你帮我继续保留好 上来 安静 我会再来看你 我会再来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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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 本来这次交易成功以后 我就会把甘甜信南 召到您的麾下 为您效力 可没想到 您的出手也太快了 信南 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 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不然不会调到 战略情报部去 可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 滕冶军 我觉得您应该理解他 信南 不是不效忠日本天皇 他是真的需要钱的 而且 他最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情报 一旦你们师生见了面 他还好意思向您开架吗 战略情报部也不会饶了他呀 是的 幸南 的确是一个情报高手 一个有思想的情报 是我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你曾经告诉过我 钟之国是个日本人 我没有往生出去想 我无法忍受他的嫉妒贪婪 更不允许日本人 瞧日本人都主啊 我无法忍受 我无法忍受他的嫉妒贪婪 我无法忍受他的嫉妒贪婪 更不允许日本人 这个男的家人 看看吧 我身复所致 犯 终止问脉情报一事属实 杜鞭医生可以证实 终三小时前离开蒙击前往县城 目的不响 杜鞭医生 这谁发来的 范世皇 国军的一个情报官 已经为我们工作 这 这不是真的 这里有诈呀 杜鞭医生 你死得冤哪 死得冤哪 死得冤哪 有诈 不是真的 不可 是 是的 是 是的 你死定了 您死定了 我 reason 不是 不可 你死定了 我是官司 藤野司令官 据可靠人密报 从共党新四军投诚过来的 现任一部别动队大队长 兼参谋长高德良 系共党潜伏监系 是为假投降真潜伏者 你与山本司令官出游洪泽湖 之绝密行程被泄露 尽此人之所为 王阁下小心背后 这是谁送来的 不知道 只是门口哨兵捡到的 不知道 你 司令官阁下 我想我们不得不防啊 不得不防 不得不防 说说你的想法 共军的也是规计多端的 高德良身为便衣队的扶踏队长 就轻易地投靠了我们 难道他是真心地效忠于我们吗 现在十三仪的去向不明 不管告密者出于什么目的 是真是假 我们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我 说得有道理 但是我更相信共党轨迹多端 而这轨迹更狡猾 凶狠 司令官阁下 我的 不明白 这不是 闪口君留下的那本中国销售吗 这让我 想起了书中的一个故事 当年周瑜利用蒋干 偷走一封信 信中说 蔡茂和张云 只是诈想曹操 等着剑机行事杀曹操 曹操看完信后 上当手骗 一怒之下杀死了军中 唯一汇水战的蔡茂和张云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共党在跟我耍反奸计吗 不可能吧 只是 高智商的人 而得俊磨 可我已经上了一次当了 我亲手杀死了 我对学生港天姓南 这是我一生的耻辱 不能原谅之过错 共军 难道能 实施同一条计谋吗 是的 是不可能 但也不是不可能 昨天的不可能 成为今天的可能 说我执言 你爹 有爹 走火 入门了 没错 我现在跟共军打仗 已经进入了一种境界 境界 一种 文化审美的境界 每每 跟便衣对过招 都要逆向刺猬 反向推理 都要逆向刺猬 搜骨寻金 品味各种之滋味啊 但凡洞察求好 那就是一种愉悦 一种快感 把这封信 远逢不动的 送给高德良 司令官可想 你怎么能把这封告密信 交给被告教的本人手里呢 这封信 此乃 一箭三吊之功效也 一 高德良见此心 直到我对他的信任 没有任何怀疑 便会死心塌地地做事 二 如果他是假投降真潜伏 那他就会明白 现在有人在怀疑他 他就会收敛起来 直潜伏而无所作为 三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或忠诚 他就会更加地 变本加厉的工作 做出成绩 证明自己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 铁杆罕见 司令官阁下 真是高见 你应在下佩服 不过 洪泽湖的惨案 是 山本旅团长已经殉国 以后就不要再替他了 按我的意思去办 是 胡理长 至于杀高德梁的事情 你就不用费心了 炸军火库 你要暗中测译 应该是怎么测译 吕叔 外面有人找你 谁呀 夫人 您怎么来了 这就叫山不转水转 有缘的话咱们还是朋友 没缘的话咱们也就不多说了 夫人请坐 应该叫您高太太了 以后不要叫我高太太了 我跟高德梁没有关系 他羞辱了你 那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 你该怎么跟他算账 就怎么跟他算账 我今天来是受组织上的委托 组织 您是什么组织 新四军领导的淮北抗日游击队 我现在的身份是抗日游击队的司令 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龙羽龙局长 明白 我听说你一直在犹豫不定啊 一面在摸着自己的良心 一面又担心日本人会收拾你 是啊 老胡 这汉奸的差事你还没干够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一会儿可是你在等的机会 眼下机会来了你还怕什么 是啊李卓 人在江湖走顾虑天天有 要想没顾虑就别犯这个机会 否则急不再来啊李卓 我想 胡律长 您的顾虑是 怕事发之后 怎么能不被鬼子察觉吧 你说的没错 我还要加小 不得不有所考虑 就算不为我自己 也得为我的兄弟们吗 胡亦凡 是 我今天来见你就是给你个面子 你想想你老娘临死之前怎么说的 共产党西子军是怎么对待你的 我把话放这儿了 今天你要是答应合作 你老母跟我就还是多年的朋友 你要是不合作 回头我就上你老娘坟上告诉他老人家 你那儿子就不是个东西 他简直就是 不不不 刘思亮 您千万别这样啊 我没说不合作 当初龙局长能够放我一马 您呢 又给我钱又给我手势的 我以后再干这种确实事 我出门就被地雷炸死 好 男子汉大丈夫话说到这份上 也算是口对着心吧 那接下来我就不掺和了 你好自为之吧 老胡啊 事成之后 本司令请你喝酒 是 诸位 后会有期 你 柳司令慢走 胡理长 炸军火库 你只要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情报就行了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给我们提供有利的情报 至于什么时候炸 怎么炸 你知道的越爽越好 胡理长 这杀高德梁呢 是为了报你当众被羞辱之仇 而这炸军火库 是为了凭你内心腾野之恨 所以这一举两得 立国晦己的事情 我希望你不要推辞 更何况 你不要忘了你老娘临终前的嘱托 胡理长 只要我们抗战胜利 我们会给你祭上一功 也罢 共产党新四军 大仁大义 大智大勇 甘愿为我报私仇聘国恨 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炸黄龙洞的事 我不但要顾问 而且还要全力以赴 如此的方能告慰我娘的在天之灵啊 其实我早有准备 只是难以下决心的 黄龙洞并非一般的军号库 库门是由纯钢打造的 厚达两米啊 并且由密码来控制 这个密码每两个月就要更换一次 每次更换 都是由日本本土秘密指派两名工程师 亲自来操作 这个密码 是由一组极其复杂的数字和文字图上 就连两个名工程师 也只是各掌握一半的密码 所以 你们要想通过打开库门买支扎药 几乎是不可能 本土的码 是不可能 尽管 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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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明确的 是尽管 本土的码 是不可能 刚好队长 你有个老朋友要见你啊 出去 喊报告 喊报告会不会 我让你进来你再进来 进来以后立正敬礼 然后说报告高大队长 我有事情向你报告 然后再说事情 事情说完以后 必须要说请指示 然后立正在原地听我指示 懂了吗 滚 报告高大队长 您的老朋友代号神秘人 向您报道请指示 怎么是你 证人先证集 请高大队长按军事条例往下进行 报告高大队长 你的老朋友代号神秘人 向您报道请指示 吱吉他 赶紧 你是人是鬼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就是三天之内 要到达黄荣栋的 日本工程师的简历 是 为了防止工程师泄密 每一组工程师完成一次 密码的修改和设置之后 陆基本部就会立即更换一组 新的工程师 来接替他们前任的工作 这马上来到两名工程师里头 有一个是女的 对 这次来的两名工程师是一对夫妻 是这样 担任军火库最外围警戒的是我的十三旅 但这第二道和第三道警戒是日均把守 如果你们人能到达最后一个关的话 所有的身份信息 如果最终被确认无误的话 电话才会通知卫兵 放心 这两名日本工程师具体是什么时间到 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哪一天到 就是一个笼统的期限 小鬼子 这尚费苦心哪 不是 不是我给各位泼冷水啊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对夫妻 随时都会秘密抵达这里 而五万日均的先头部队也将来进入地堂 库门一旦打开 运送军火的工作就立即开始 到那个时候 可真是连根针都插不进去啊 你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吧 当然也有朋友的帮助了 高大队长 高大队长 真是想不到 你现在居然也在为腾野工作 真是事实难料 太富有戏剧性了 咱们从网而的敌人 变成了今天的战友 你可千万不要侮辱了战友的概念 行了吧 高老弟 别再自命清高自欺欺人了 想当初 我是国军的上校情报官 你是共军的政团旨特工 现在怎么样 不都是在为腾野工作吗 你有什么觉得比我更高人一等的 就因为你姓高 行了 高老弟 我知道 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直在生活在你想象的世界当中 但你知不知道 现在你只要碰见了共军 就会被他们干掉 怎么 你还在以为你还是你原来组织上的人吗 你还在做梦以为你现在虽然在为日本人工作 可你的心却还是向着你以前的革命队伍 你以为你是现代版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里的徐书 行行吧 高老弟 你虽江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渠呀 别废话了 说说吧 腾野到底派你来我这儿是干什么的 高大队长如此智慧的人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腾野惯用的政策就是以华制华的战略政策 而且还想这种战略层面运用其管理中国部下的层面上 以其达到遏制牵制和控制其中国部下 高大队长来胡柳正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看住十三旅看住胡旅长 那我来这儿干什么 还用我挑明了呢 腾野真是瞎了眼啊 派你这个 急急如丧家之犬 惶惶如漏网之鱼的家伙 还看着我 可老弟啊 你就别这么夸我了 又是犬又是鱼的 你对我的比喻实在是太准确 太贴切 太形象了 当初我从韩司令监狱里逃出来的时候 我还真就是那么个状态 还是腾野对我好 收留我 不像你老弟 我这人就是这样 只要谁对我好 我就死心塌地地跟谁走 不像你老弟竟玩反奸机 好 又一个说我是假投降真目的 我告诉你范世皇 我现在就是踏踏实实地在为同业工作 你们要是再不相信我 老子就不干了 你看看 你看看 说实话 找个借口要开溜了是不是 真的 你要走我可是巴不得的 那别动对 可就归我了 你做梦 说到底 你就是条丧家之犬 漏网之鱼 你一说到这犬和鱼啊 我还真有点饿了 赶紧拆人 给你老哥哥弄点吃的吧 碰心难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四零人决定 表二阻击枪营 提前进入黄龙山 配合我们作战 那赶紫队上不上 上 各种方案都有用 局长 喜子 他也参加了赶紫队 但是现在还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好样的 不过 我就是担心他还嫩了一点 我也很担心 不过他这次下的决心很大 听说他们还多写个血书 好 让他上 赶紫队是我们炸灰军火库的最后一把烧手锏 对 让同志们啊 做好一个充分的饲养准备 是 只是 您担心什么 中华 您和高德良毕竟是老战友 这个事情我知道 你是怕我下不了手 刚才我在五国上的坟前已经立过势了 我一定要替他报仇 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 好 我们这次行动的首要目的是炸毁军火库 但是行动的部署是三头并进 黄龙山 军火库和胡六镇 三路要同时行动 是 你这次参加感谢队要多加小心啊 放心吧 志伟 来 喝完 我呀 你打着了 等着我的好消息 局长 我建议 咱们大伙啊喝完 你的随意好不好 好 好 这题好 来吧 来 你随意啊 好 局长 这可是出征酒啊 咱还是做好死的准备了 你放心 干死对干死 让马洛就不投上 咱也就不干一个死鬼 咱就是大块吃肉 大块酒 死了也值了 好 这个 老陆啊 你是光棍一条啊 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饿不着 我看这样吧 霓子 你没有必要陪着这几个酒鬼在这坐着 先回去 早点休息 好不好 去吧 这个 这个 猫妮子喜欢小杨 都看出来了吧 这个小杨成天在猫妮子面前 端着个臭架子 带搭不理的 你们也看出来了吧 不是 有你这样的吗 小鬼子善良天亮啊 烧 小杨 弦 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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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吗 是你吗 是你吗 盒子的墙 灰灰烟的他也能上墙 摩高龙上汉间 好比身边从那天降 摩高龙上汉间 好比身边 好比身边从那天降 不比的为民羊 为准冬节 大声掌大 乐得那百姓辛扬扬 勇敢傻的 一里不留他一个都不放 鬼子在门中他把面杀 一里不留他一个都不放 杀的鬼子那苦的年 他换着那白鸭他会让他冷凉了 黑鸭